又该做核酸了 这是连住第几天了 我都已经忘了 新的一天 从做核酸开始 点后 我只能垂底 垂底又来了 刚那个什么 做完核酸 CN这个连住都十来天了 我估计 天天早上都在做 没有停过 出去给媳妇买个早餐 前两天 给媳妇也商量了 我这个要走出去拍视频 找工作 媳妇也同意了 在这弄了还没三天 媳妇又说了 带不住孩子 老哭老闹 非要让我带恨 昨天 晚上我不是下播之后吗 就过去带孩子 哎呀 弄到凌晨四点多 老胖他就是不睡觉 你说咋弄了 我媳妇该说啥 晚上你不过来呀 这核子睡也可香 十一点都睡呀 你这一过来 核子四五点都不睡觉 我就是回去的太晚了 知道吧 打搅的孩子休息了 是这个意思 但是该带还得带 那不带也不行啊 有句话说的好 家和万事兴啊 是这意思 先把这个早餐给媳妇干排了 等一会儿看情况再定 OK Sayunala 今天又是个好天气啊 晴空万里 艳阳高照 白云飘飘 不是很冷 西安这两天 那天气都特别不错 媳妇已经说过了 要吃凉皮 这个多放醋 不放豆瓶 少放辣椒 提前呢 都已经给崔璃交代好了 必须干排上 秦晋仁 贺家米皮 他家的米皮非常不错 还是不能糖食啊 一份米皮 一碗稀饭 少放辣椒 多放醋 不要豆瓶 调调调调 对 敷过了 好了 米皮7块 稀饭2块 总共9块 这个 再给崔蒂干排一下 崔蒂干排个胡辣汤 你那个在 呃 一碗 胡辣汤 两块钱油码头 这个胡辣汤不错 小碗6块 大碗8块 一碗胡辣汤 小碗 大胶要不要 少放点 带子 两块钱油码头 磨码完了 就在那包子 没有完了 这些猫热的刚出锅 不想吃水煎包 水煎包那边卖完了 我们来这个吧 买点油码头 三块钱油码头 这油码头也卖完了 哎呀 弄两根油条吃吧 这油条多少钱一根 两根油条 两根油条 好 这油条我是好长时间没吃了 在我们村庙街 油条一块钱一根 在大西安 油条一块五 又多花五毛钱了 哎呀 米皮儿 稀饭给媳妇干排好 让媳妇吃得硬 嗯 催地的胡辣汤 两根 大油条 吃吧 羊 该吃饭了 这这朋友醒了 你知道他把脸又挠了一道子 那晚上睡不着觉心里烦的不挠 脸上都挠了两道了 崔哥两天没过来 你看这孩子脸上都挠了两道 你这也不知道咋看孩子的今天 以后记住 自己脸上可以挠两道 勒胖的脸上不能有疤痕 都明白这一点 那是不是你晚上睡觉去磨症了 你脑不小心挠出勒胖了 所以说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不要睡太浊 这我也得看看勒胖 你别弄了 脸上都挠成疤了 你都看不见 自己一个人 事业那么兴 不知道你是干啥吃的 那崔哥不是得出去挣钱了吗 崔哥天天不挣钱 对不对 天天在家照顾你吧 照顾可以 没问题就是跟你做做饭 空闲时间带在盒 其他的时间 崔哥得去挣钱了 得养家了 对不对 不养家咋弄 乐胖的男生钱咋办 这不是烧烧煤吃盐来 钱在哪弄 实际上道理不是 崔哥不挣钱 你能吃上这西盐有名的 勤振蜜皮 喝上这西盐有名的 小稀饭 说了你还不听 还天天给我酱嘴 这六块钱又来胡辣汤 这都成不满 都是半个人 六块钱人家给你拿个钢成的 那你咋不在那把醋一倒了 你为啥还回家倒自家的醋 不能糖食啊 那倒点醋弄不可以吧 忘了 哎呀 这弄了又在家里边又浪费醋 早知道在那弄了 我先吃了一点啊 你先你先把肋胖先弄好 你等一会吃吧 崔哥这等一会还有事的 这一段崔哥忙得很 这胡辣汤我跟你说六块钱就是值 比我们吃面要煎了两块钱 一会儿好喝 有味 我们吃面要煎了两块钱一会儿来 没肉还是素的 人家这是牛肉的 喝入油味 这油条就是有点 有点细了 有点短 我们吃面要煎了油条一块钱一根 你这还熟 这有点你看着外粗 都是虚了 不测试了 你吃饭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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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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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小时候做梦 我就想吃的早餐 跟你说心里不然 上到小学六年级都不知道胡辣汤啥味 第一次喝胡辣汤还是我上中学的时候 我们学校的食堂 早上做的胡辣汤五毛钱又人 好了 多了不说少了不漏 我再抓紧时间吃饭来 吃完这先帮媳妇带下孩子让媳妇先吃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好不然你去老媳妇要是为珍惜 是为爱护 这两天我这个没做到位 我这当老公呢 确实做的不到位 肯定老知道往外边跑 这媳妇有时候也生气了 是这意思 这个这个 家和万事兴 家和万事兴 再见 比较